斑駁墙面 配上破烂窗帘 活像鬼片场景的客厅照片 直接放在物件首页 卧房也没好到哪去 弥漫一股阴森森的气息 网页标题打上鬼屋代售 挑明了讲这里适合鬼屋长焦 今年1月一名周星房众上网PO文 出售还请套房 甚至喊出重机换鬼屋的口号 有七八组打来问 我都是大概就是一一就是 很诚实的跟他讲说那个房子的状况 如果有人愿意跟我用 同等值的物品来跟我换 比如说车子或是重机 这处还请套房就位在 新北市翡翠湾附近 屏住八屏 当时消息一出 信任许多买家上网询问 之后周星房仲也不断在网路上 更新网页甚至PO文写下 这处还请套房 也适合中大麻 赌博等字眼 警方认为他有公然善获他人犯罪 依法状败 警方也是依法办事啊 只是我觉得说 怎么会搞成这样子这么大条 卖个房子还要去请他去 案件检方审理后认为 这些字眼只是行销噱头 并不是想散动人家做坏事 也只会让人联想到屋子很旧 地点偏僻而已 因此获得不起诉处分 现在不但没罪 事隔三个月 房子也以20万元顺利成交 就觉得怎么会那么便宜啊 是不是真的鬼屋啊 那边的环境也很好啊 买那个空气跟环境就好了 我觉得他拍那个照片 是有点故意弄噱头了 对啊 就弄得很恐怖 其实他整理过之后 就去探紧很神奇啊 原本施加一两百万的房子 只花了二十万 买家只乎买到赚到 房子倒到买家 周姓房仲很开心 只是当时为了吸引买家上门 PO文卖房搞噱头 却被罚办 也是他始料未及的 记者陈嘉阳